1,2,1,2 宋弟们,累了累了 欢迎回到我新的一期打天梯的视频 我是雪岩 我看到好多玩家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看慢速 其实我也比较喜欢打慢速 虽然很多时候吧 慢速的胜率真的不如进化高 任务木是吧 但是我还是喜欢打慢速呀 是不是 我是一个控制 高贵的控制 虽然也不知道有啥高贵 但感觉就很高贵 把这个三二线认了 任务木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打这个对局有好几种赢法 第一种是做完任务去拿场面堆死他 这种打法的前提是 你在做完任务的时候说里面有火星 因为你火星的话智商比较高 第二种是因为我们带来吃手手 所以我们其实最稳的思路是去过牌 过到吃手手 在他任务做完的回合 因为牧师任务做完百分之一百打不出来 他打出来见鬼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给他吃掉 或者我们可以去留一个什么 214配合吃手手 吃手手配合那个鹦鹉 都可以 所以打任务木就看情况 是有两种思路 推死他是没有毛病的 但是更稳的打法 更加折磨人的打法 就给他吃掉 就是当他千辛万苦投资在一个上的话 瞬间崩塌了这种感觉是吧 扯远了 咱俩去过牌吧 因为第一这手牌不会爆 第二过牌的话 可以早一点可以过滤到自己的变身 火星吃手手 这三个是key牌 狂乱 交往无所谓的 那对面其实一段任务做的还算是比较顺的 就是你一段做完了 我一段还没做完 这我怎么能忍呢 笔记来了 我开始赶任务进度了 激活先打了 因为我要打笔记指引 有解锁 那我可以肆无忌惮了 是不是 十张牌 那我要再弹掉一张牌 这里可以把法强扔了 然后再开指引 闪电风暴 闪电剑打掉 我甚至还想再开指引 我刚说我一段还没有做完 瞬间 我赶了这么多任务 哎呦 那我可以直接先交个解锁呀 差点三攻没打 我这一回合打了这么多伤害吗 交镜子 注意这是个六费的镜子 那么他有可能七费的任务 就会有点小问题 当然他可以再找一找 呃 这个牧师带两张七费的牌 一个是镜子 一个是 我们吃来了是吧 这里我们就打这个就过了 不要把任务做完 因为这个牧师也有吃手手 嗯可以 他把两段也做完了 是吧 那就剩一个七和一个八了 八费大概是那个八八回家 七费看他是找第二镜子 还是打吃手手 继续回 哎呦 不愧是牧师啊 这哪里啊 我都白打了 那这里就可以直接把火焦了 把任务开了 然后过了吧 感觉还可以 呃 硬币是可以留着的 因为任务做完过后 硬币是两费 这些还是那句话 我们能做到一回合 把任务做完 要打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防对面吃手手 几乎慢速都带吃手手 呦 爆的太烂了 爆的八费什么的呀 又是一个复苏 看看啊 他要打灭了 可以 啊 那直接给他刮了 这东西不能给他的 直接刮 刮完以后 我想想看 可以考虑打点伤害 什么打个三之类的 这里不要出任何罐 因为我说过 他有可能会有吃手手 我们手里现在是有四个罐 对吧 他只要不吃到 我的吃手手 我就能接受 这个什么运河呀 什么留着 防吃手手 他要再回忆一下 他现在这段时间 都没有做任务 只是在结场防守 那我能接受啊 可是我打不死他 虽然我有一个解锁 但是我打不死他 这种就闪电风暴 我甚至都想过了 这个过牌 为啥我觉得可以考虑不打 因为我防吃手手 还是那句话 我总感觉他要吃了 我有五张牌 五分之一好吗 你不可能吃到我 因为我只要留着 吃手手和鹦鹉 这个局我必赢 咱要不要去找个什么 退化轮转之类的 这回来 退化退化退化 我轮转 那我转不转 转吧 这我觉得好像没啥损失的 来 在线等级 我亏了还是转了 我转个屁 我亏了还是转了 再线等 1 2 5分之一啊 妈你吃鹦鹉 我都能接受啊 炉石大概率发生 小概率事件啊 那我要提速了呀 我不可能吃掉了呀 我要去找变身 找火星 找伤害了呀 你逼我的呀 我不做人了呀 运河撞他 我不浪费伤害 所有伤害都要打到脸上 然后交个闪电键 对不对 下一个盒可以打解锁 加打6 没毛病啊 1 2 3 4 5 6 7 下一个盒解锁是打7 7加 坎坎的打6 手里面可以打13 你敢交577 你不怕死吗 哪一口过了 你当我是死人吗 他觉得我 过仔 哥 我就要你好看哥 告诉你 什么叫吃我的吃手手 你吃我的吃手手 是要付出代价和报应的 你个败 累 哎 这把虽然赢了 但是就赢得很不爽 你知道吗 这个概率是有多少啊 兄弟们 五分之一啊 我一直在防吃手手 这都能被吃到的吗 这就是螺石传说 真他妈的真实 搜了一个法师 哎 上把打得我好气 没事 主播胸大 胸大 气度大 别气 好好打这一把 主播加油 啊 主播自带弹幕 没事 主播胸大 啊 哪里大 大 是吧 哎 糊了呀 又糊了 怎么每个人都这么糊 嗯 破牌 不要夹断 可以 啊 等等 四费变身吗 我不变身 我干嘛 英雄技能早用早好 来吧 这里不要打二打六 这里出二三和打六 这样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因为对人是个冰甲 你不可能说什么二三去穿害脸的 所以咬两个二三 这样是最赚的 因为你这样从一个二三变两个二三 白赚一个 这个冰甲大概率我不可能去破它了 就当然除非我伤害比较高 就你如何去判断要不要破冰甲 如果你的伤害 呃 等等 这里我先不会开指引 因为我要笔记指引 就如何你判断要不要去破冰甲 如果你的伤害超过八 你就去破 就如果你是七 你也可以去破 六都不要破 因为不划算 那先笔记指引 这个还可以 我现在对这个回血还蛮喜欢的 当然这张牌还是不值得一张进购注的牌 但是吧 开出来就可以用 是吧 好多牌都是这样的 算买很多牌吧 就是你带觉得好可惜 但是你开出来 莫名 哎呦 这个牌不错 是吧 两个三是吧 场攻我觉得也还可以 没必要这么认真 先打一个二杠二 看一眼 呃 那过一张再看一眼 打三 我觉得没必要交 再打一个二杠二 开一炮更好 因为这个护甲还是要削的 两费打六削护甲 血赚不亏 你看 三右侧打二这个技能了吧 他一定要给我换了 不换的话 这个怪三右侧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六杠六 呃 我技能是一个打二 不解我 那我可以 咬技能法强 垫三 你觉得可不可以 然后二就挂着 我也无所谓啊 其实 再出一个这个 他刚打了一个四费打三 这里一定不会打脸的 滑一滑过呀 这波解的还可以 呜 这个四三五挺厉害 真的蛮厉害的 主要他还能打脸 有点小疼 摇了个塌 过牌是吧 那这里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过牌 火 嗯 动住继续过 嗯 出二三过 二三这个技能 真的是性价比挺高的 你看我这个布鲁侃 变身以后 每回合 摇个技能都是血赚的 他开始 来了 兵价白挂 有这个厉害 面具厉害 过牌可以 呦 这个打的可以啊 这个人 有羁绊的法师 退化 白洞 又来 哇 你好惨 你好惨 为啥受伤的 造色 你啊 哇 这个人 全指我脸了 指引 我想想看 继续过 电键来了 终于 可以让我把火 打了 把这个场解了 还可以 这样的话 打火 是做到三杠一 再开个指引 做到三杠二 来 激活 我能直接开 激活 没有 没有的话 可以考虑 把这个法墙贴掉 因为下游盒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手里 现在是有 二 四 六 七张牌 下游盒抽一张 是八张 八张牌 你开指引 刚好 你的费用是一加五 能打五七七 不然的话 下游盒 你牌疼不掉 你要爆牌 又退化 哦 哦 哦 nice 过死你 对面抱着个 克斯文面具 这张牌抱得 实在是太好了 这个场面 我先交动了 本来我这回 可能开任务 但是对面 这个场功 有点高 我开任务 可能会死 哎哟 这就有点尴尬了 我七血了 这里避开任务了 开任务之后 我要打回血了 这里先是五 要买两口 不管捡哪个 捡到这个出怪 可以捡那个雪崩啊 也可以 这是什么 吃雪崩吧 也行 雪球大战 雪球大战 也可以 蹦蹦蹦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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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牛逼我全解了 雪球大战 牛逼 这里你一定要赌 这里不打回血 你气血太危险了 他变身了 但是他没有 克斯文的面具 那个面具不是他打的 野火 冰架白挂 我有奶6 可以 哇这个点4真的有点疼 咱先开个充能看一下 因为如果有突袭的话 我们会先突掉它 然后再给挂一起奶上 没毛病是吧 这里我想想 加三是不是不如打三好 打三可能也还可以 因为多占一点怪呗 是不是 打三好 伏笔了 没事 亏一功了 但你咋能吃个暴乱狂的 变养 你看都一样 没伏笔 这是打四啊 我的妈呀 好疼啊 我还有回血吗 我还有一个运河 讲劝 讲劝 我没有运河吗 那我就打一个二加三 这个法师是这样的 呃 就是泥场上有怪的时候 他的直伤 撸脸直伤 其实没有那么多 就是泥场上保证有怪 他像什么克斯文面具啊 这种怪 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撸你很多血 如果你空场了一个面具 你就尬了 他怎么有两个变养 行吧 你看这个人一直在撸我脸 我好慌 呃 火星救我 奶 那可能只能拿打三了 这里还少说怪 无所谓的怪不重要 现在 爱你的奶 拿撕咬吧 撕咬还有两费 可以找那个 两费那个奶 过 对面是冰甲 不要破 哇 我活下去 下一个和我手里面 可以奶 八加 技能的六 我 面具吗 面具我活着 哇 靠 我打不死他 呃 我出这个三杠二 我的费用二 三加二还差一费 那我可以动这个三杠二 去过两张 再看看 必须会打回血 现在这个鹦鹉没有用 鹦鹉里面是这个破霜 拿冷风的 我叫杀了 只要我不死 面具打十 我还有机会 点一下是四 我还有两血 没伤害了吧 哇 去 这把极限 我运河真是沉得好下面 就早点来运河 早回那个六血 还有机会 而且我运河不止回六血 因为我一定会叫那加三加三 就那三费加一加一 哇 这把打得真的是惊险 但打控制是不是真的就很好看啊 又搜了一个法师 这手牌也可以直接留了 因为法师现在没有快的 99%是一个火炎法 哇 这真的是打任务 把把都是质量局啊 把打得我真的 我自己也打跌宕起 又糊了 这是上一个那个人吗 我还是挺喜欢玩这个慢速的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慢速 我觉得慢速这个观赏体验还真是挺好的 其实它毕竟是有来有回的嘛 这里可以打三 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个奥数开掉 开掉好处是在于 第一我打一个奥数法术 手里面有个火焰法术 还有自然法术 我来那个434 已经是三张牌了 能量全 这个是给的 行吧 火星 没牌打 情况下只能先把指引开了 虽然我想等个笔记 但是没有等到 这里开了个激活 那很好 为什么这里要打火 是因为我开了个激活 这样的话我能保证下游户 万一我需要直接火星激活 我也能接受 这激活是开的 说明我排库里还有两个激活 可以的 运河 我激活的话有7费 我倒倾向于打运河和3 因为这样打的话 我的任务进度好快 我直接可以再赶两个任务进度 我觉得没有任何毛病 我5费已经做到第二段的2-3了 只剩4个任务了 可以 他这把我点掉的话 还剩3费 但这样打有个隐患在于什么呢 我可能奶量只能靠侃侃了 没事我有羁绊 这里其实可以考虑 先划一划过了 如果下游户我要吃的话 我刚好这里不过载 我也没有排过载 是吧 就刚好打一个吃 我可以两年吃的 信使 哇 哎呦 这个人手里面的东西有点大 我先吃一口看一下 大 没活眼吗 令人震惊 没活眼吗 点一下 撞一下 退化 七费 六 五 四 大 就这样吧 我可以再吃一下 我也可以直接火星 他把一眼嚼 他手里面有怪吗 我想再吃一下 大 确认没卡 哎呦 亏了 我这 呃等等啊 冷风 可以啊 先过一张看看 不要奢皮 我手里还有个激活 呃 指引可以 这两个开的还不错 哦 解锁 赶紧把激活打了 这样的话 我是过载三 这个 我觉得解一个二杠二不行 砸四杠六吧 砸四杠六好 下游和我电聊嘛 再拿一个法强吧 轮转肯定不行啊 法强加二 奶 哇 火星你别走啊 你走了 我怎么火 就我这个手牌下游和是闪电风暴 加那个冰霜 两费打三 还能卡他一杯 我也我有法强 这火星走了 我怎么打呀 这个游戏 我也不会了 我靠 先把这个法强打了 打不打 后打先打都一样 这里把电聊交了 然后手里面是一个两费打三 那是两费打四 刚好能卡他一轮 呃 过牌吧 但是过牌可能要爆 一 二 三 四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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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爆了爆了 因为我有血法 三费野火 沾 新战师 点我脸 不爆我牌吗 我谢你全家啊 又激活 nice 我又看到了我奶量一出天际了 这里激活把五七七打掉 然后比辟奶 这一个奶就是实血 呦 呦 帅 呃 先看一张 帅 伤害来了 先开 风诺 十七七 nice 10 D 叫你打我 你有没有发现 一般这种进攻很猛烈的职业 只要碰到我一个回血 不会玩了 最后是控制卡组的魅力 我去 这里有兵甲吧 我觉得 我 哎 这手牌够伤害吗 我先踹一脸 看一下是不是有兵甲 兵甲已经打不死 没有兵甲 如果我法强 笔记 电剑 呃 是死了 但是有可能有法反 我们先这样打 先法强 电剑 如果被反了 我们开那个充能 对不对 这样打是最不伏笔的 因为你不这么打的话 如果对面这个奥秘是过牌呀 用法术出怪 你就错斩了 但这样打是又没有伏笔 又能试下能不能斩杀 对不对 这波我个人觉得打的还是蛮细的 火 龙 这什么弟弟龙 打八 什么鬼 这时候再有兵甲 的话 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应该打死了 而且抢过怎么都打死了 开玩笑吧 呵呵 你也知道啊 叫你点我脸啊 你点我脸啊 我的脸也是你能随便点的啊 你点 点 点啊 主播不要嘚瑟 还没有传说的 字幕称致 你们看 的 您 你的 你 我 我们 我们 在